救護車鳴著警笛 逆向超車之後搶時間過路口 刻意變換警報聲提醒 但意外還是早上門 再看一次 因為路口紅燈 救護車的駕駛還變換了警笛聲 左邊卻飛出來一輛休旅車 救護人員趕緊下車查看對方的傷勢 並且回報勤務中心 路口監視畫面 休旅車是綠燈執行的 但似乎沒發現旁邊有救護車 擦撞之後失控再撞上橋墩 坦飛起來 救護車現在只要超過這台車 到達這個十字路口的時候 這台車避不及撞到 救護車駕駛座 兩個安全系囊都爆開 保險桿掉落還漏了一滴機油 對方的休旅車車頭也嚴重受損 這輛彰化119 樸岩分隊的救護車 傍晚從車禍現場 載遇一名受傷的80歲老先生就醫 情形扶行箱設尾橋時 不慎跟休旅車擦撞 我們看到外側車道的車輛 都已經停止了 然後我們就往前 然後它車速有一點比較 就是就執行 然後就發生擦撞 所幸救護車上的傷患 跟119人員都沒受傷 由支援救護車接駁繼續送醫 休旅車駕駛胸部挫傷 四肢擦傷 送醫之後沒有生命危險 而在現場 警方對119的駕駛現場酒測 酒測值多少 0.002 休旅車駕駛稍後酒測也是0 救護車雖然是搶紅燈 但按規定一路鳴警笛 有優先通行權 休旅車駕駛沒聽到警笛聲嗎 還是謊神沒放慢車速 照示責任關係事後的賠償 警方謹慎釐清 記者陳孟輝 張華寶道